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战争场面的表现应该是很残酷很宏大 它带着人当中的一个心灵的震撼是一个真正的表现 从头到尾是流着眼泪 西路军是牺牲是信仰 我看到这片子里头我都知道他们有什么片子 他们是要用生命他们在续听出来的 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段历史 所以这里面有这种信仰的支撑 就是他们有了钢铁般的意志 是英勇的人性传奇 而且特别是西路军那个妇女那个境遇 我们真是那个非常的那个感觉 他们的血也真是被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身上流的血是觉得传承它们 打下来这个江山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户辈的这种革命形成 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电影 但是这个电影对我来讲 震撼太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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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沙首映庆典 大家好,我是金伟 大家好,我是朱军 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的是一部凝重的电影 它将为我们打开的是一部悲壮的革命史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聚会 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首映礼 它更像是对革命先烈 对不屈不挠红军精神的致敬 电影金沙再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史诗 这是一场壮烈的战役 不仅红军伤亡的人数最多 而且牺牲的将士级别最高 是啊,这也是一场常人无法想象的极其残酷的战役 三百多红军战士 面对七千多装备精良的骑兵 在临则城苦苦坚守了三天三夜 到最后几乎全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一场完全没有胜利希望的死亡之战 我们的红军先烈们用他们惊天动地的壮举 用他们的生命呼唤着属于这个民族的另外一种希望 我一直在想 这是何等的追求 何等的理想 何等的信念 给了他们如此坚强的力量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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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西路军 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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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生命 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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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光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光 欢迎欢迎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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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一场 欢迎光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光 欢迎欢迎 欢迎光 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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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 欢迎光 欢迎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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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光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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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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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 欢迎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欢迎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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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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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欢迎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 欢迎光光光 欢迎光光光 欢迎光光光光光 欢迎光光光光 這邊ません光光光光 多时代的经纬啊 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 真的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慨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就是这样一个 看上去其实若不禁风的女人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却表现出了那样的英勇和坚强 我想 这正是支撑我们中华民族 永远繁衍生息的伟大的力量 再次的谢谢您王老 谢谢王老 我想就像是刚才的那个红巨帽一样 传承到了国歌的手里 那我想这种精神 也会烙印在我们的心里 一代一代的随着我们年轻人传下去 其实我们不能忘了先辈们的名字 那是因为真的 他们用生命 用精神 用信仰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和谐中国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雷嘉 为我们演唱国旗生平 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在小眼里 苏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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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妳 曾在風雪中 吹回憶 坐起上去 坐起上去 我們的天城燃燒在妳的炙熱裡 妳的燃燒在妳的炙熱裡 傳承信念 追憶紅軍 親愛的朋友們 這裡是電影頻道首映欄目 金沙的首映禮 今天在我們的現場呢 我們還為大家請到了幾位特殊的嘉賓 現在呢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在我身邊的這幾位 都是紅軍的後代 他們的身上流淌著紅軍的血脈 相信他們對紅軍精神的理解 會比我們更加的深刻 壹壹的為您介紹 他們是西路軍副總指揮 王樹生之女王宇洪女士 西路軍婦女先鋒團總之書記兼秘書李開芬 和西路軍教導團團長兼政委 朱良才之子朱新春 西路軍三十軍八十八師衛生隊長 王恩厚之女王岳 在這裡首先感谢三位的光臨 我想請妳們也談談 觀看了金沙這部電影之後 妳們內心的感受好嗎 今天是金沙的首映儀式 今天高揚的國旗 在告慰著烈士的英靈 今天我們能回望這段歷史 對得起我們活著的革命前輩 我們更要對得起在齐連山 在大漠深處 為今天的共和國捐躯的白骨 東魂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 十月到河西走廊去的時候 妳一定會發現 那一顆顆挺拔的紅軍羊 不信 您摆下一個樹枝看看 紅軍羊當中的樹芯 真的是紅色的五角芯 好的 在採訪周先生之前 我給大家透露一個秘密 其實他的生命 跟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 王定國老英雄還有點關係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他父母 都是西路軍的紅軍戰士 而他父母婚姻的介紹人 就是王定國 謝絕齋 他們老兩口 是嗎 那此時您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的 《金沙》這個電影的推出 向祖國報道 向英雄致敬 向英雄致敬 就不僅僅是向西路軍 兩萬多名的紅軍將士致敬 也是向我們整個共和國 紅軍解放軍 致敬 謝謝您 謝謝 好的 王遠女士 我看他們兩個人在 說話的時候 你一直特別的深沉啊 一直在凝視著什麼 你在這裡要跟我們分享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裡頭有一段片段 讓我有事難忘 茫茫隔壁灘 一片死靜 靜得像一片死海 突然 千軍萬馬的馬匪迎面鋪來 秦基偉 帶著打剩下的 僅存的最後的西路軍戰士 面對成千上萬的馬匪 他們沒有退縮 沒有恐懼 只聽秦基偉一聲 吶喊 拼了同志們 一無反顧地撲向了敵人 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就是我們的西路軍 他們就是真正的紅軍 他們就是我們的父輩啊 他們就是我們的父輩啊 謝謝三位 從三位 滿含深情的回憶 和感慨當中 我們再一次地感受著 西路紅軍的壯烈 接下來呢 我還要為大家介紹兩位 西路紅軍的後代 他們是 西路紅軍 九軍保衛部長 少將 陳怡貴的 女兒 陳希 以及西路軍三十軍 九師供給部長 聂洪國之子 李洪生先生 下面有請他們 為大家帶來詩朗誦 化作星辰 伴隨著你 昨天的風 昨天的雨 昨天血染的戈壁 今天的天 今天的地 今天高揚的國旗 不要說 我已倒下 看不到黎明的晨曦 不要說 我已離去 聽不見 勝利的樂曲 啊 我看到了 你已傲然 站起 啊 我聽到了 你在自由呼吸 來 我們集合 我 駐成祖國 鋼劍的 區域 來 我們出發 向 驚殺 呼嘯 狂流 換禮 謝謝二位的精彩 在這裡我們要感謝一個多世紀以來 無數 為了今天強盛中國 而犧牲鳳麗縣的仙烈們 在這裡我們要感謝他們 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同時我們要感謝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整個劇組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走進歷史 聆聽仙烈們的聲音 接下來讓我們請出 金沙的導演 安戰軍 首先謝謝您為大家帶來了這樣一部真情復出的影片 剛才很多的主創人員也都提到了我們這一次的拍攝是非常的艱苦的 是因為您對於這部影片的要求是希望真實的能夠還原當時的一個情境 您想傳達給我們觀眾的是一種怎麼樣的精神 我們通過拍這部電影 想向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共和國走到今天 是無數的仙烈用鮮血換來的 我們要把這種精神 紅軍的精神向我們 我們子孫萬代傳下去 我們共和國需要這種精神 謝謝整個支持的輸出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見證 來啟動電影金沙 讓我們有請所有前排就座的來賓 我們一起登台 來進行我們的電影啟動儀式 來 有請 有請我們所有的嘉賓 一起登台 好 全場的朋友們我們一起來倒數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電影金沙將於三月十二號在全國不敢影院上映 親愛的朋友們 一段悲狀的歷史已經打開 歡迎大家走進電影院 走進金沙 再一次的 感謝各位前輩 各位嘉賓的光臨 朋友們 關注首映電影 聚焦電影首映 朋友們 下次首映再見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